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又美出新高度了 穿搭新潮高级 路透图美到我不敢认 随着大众对美的追求日益多元化 穿衣再也不是某一年龄 或者某一类型人的专属 只要自己穿得开心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风格都能够进行驾驭 就像学院少女风格的穿搭 并不专属于年轻的在校少女 而属于所有喜欢美好、青春、活力感觉的女孩子 至于究竟该怎么营造出符合这一风格的搭配 在本期的文章中绵绵就将以白鹿的穿搭位力 来谈一谈打造学院少女风穿搭的小技巧 不得不说,这一次白鹿又美出新高度了 她的穿搭新潮又高级 下面这组路透图美到我不敢认 搭配解析 学院少女风,顾名思义 就是指服饰之间的搭配应当具有效远感 换句话来说,该风格能够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学校的绿音白墙 清新微风等等 就像镜头下的白鹿,明明是简单清新的搭配 却能够让人一秒梦回校园生活 只见镜头下,白鹿上半身身穿一件飞行夹克 水洗布式的做旧工艺让整件单品的质量看起来十分优越 白色的取色则将饱和度维持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范围之中 既不会过于冷感以至于难以驾驭 也不会过于暖调让服饰不那么百搭 看起来清雅又活泼 由于这款单品在设计上比较偏小偏紧 所以白鹿还另辟蹊径,为其搭配了一款牛仔外套 如此一来,既在质感上和下装相互呼应 又凭借着拼接等处理,将整体气质的俏皮感增到最强 真是十分有时尚洞察力的想法 顺着这样的上装向下,在白鹿下半身的,是一条牛仔长裤 副古兰的款式搭配纸筒的版型 每一处都带给人满满的氧气感 配合她本身就足够明媚的眼睛与白皙的皮肤 即便说她是一位刚刚走出校园的校花也有人性 如何打造学院少女风穿搭? 配色要有活力感 尽管我们强调美不分年龄 但是在穿衣之时 我们还是需要根据不同的风格来选择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学院少女风穿搭 她就需要我们在进行颜色选择时 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够给人以减零 活力美的色彩 比如白鹿身上的牛仔蓝 元气红以及乳白色 它们色调清新又干净 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相反 诸如黑灰色 深水蓝 滇紫色等色彩 就容易给人以成熟老气之感 更适合职场搭配 而不是学院少女风搭配 增天减零的时尚元素 不同的元素代表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属性最终构成不同的风格 而学院少女风的代表元素 其实很容易找到 比如说清新的条纹 漂亮的小饰品 可爱的印花等等 这些都能够轻易让人们感受到 如嫩牙般的纯质美好 进而营造出学院少女风的氛围 依旧以白鹿的穿搭位力 我们在她身上可以找到时髦的纹路 乖巧的小熊印花 以及古灵精怪的发誓 这些时尚元素都让她看起来清和又耐看 在打造这类少女风穿搭时 大家也可以多多尝试这样的减零元素 想必定能为你的造型锦上添花 中文字幕 byORK